时代力量新上任的党主席徐永明 今天展开行动前往拜会社民党 为了团结第三势力跨出了第一步 更呼吁民进党提出的抗中保台 时代力量主张应该加上改革护台 希望可以跟民进党更进一步来谈 也预告了下个星期 就会跟民进党主席卓榮泰碰厌 而社民党的召集人更明确表态 全党有共识支持蔡总统连任 为范绿阵营的整合开启了合作契机 对 也有这样子希望扩大参与 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和社民党召集人 坐下来进行便当会 要谈明年大选两党间该怎么整合 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其实 希望能跟我们社民党提出一个 改革护台的路线 为了团结范绿势力 小绿比大绿还早动起来 这也是徐永明临危受命 接任党会后第一次出手 和一向友好的社民党 当然谈得愉快 不过支持者更关心 两党是否支持范绿阵营共主 蔡总统连任 社会民主党在党内 其实是有共识支持蔡英文总统的 我相信蔡总统会赢 台湾的改革真的不能输 所以希望蔡总统 如果要争取时代力量的支持 启动宪改委员会 抛出支持蔡总统的条件 实力党主席徐永明更预告 下周将和民进党主席 卓榮泰碰面将延续前主席 邱贤智的承诺和民进党 继续谈合作 我还不知道他们具体提出来的 这个实质上的内容 包括具体的主张 那所以或许等到 未来这个具体主张都比较清楚 甚至说一些选区协调 跟合作的一些 一些架构跟方案 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谈 如何争取整合第三势力的支持 将成为2020大选 蔡总统连任挑战 关键中的关键 继续的链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